北韓在二十二號下午向東海發射了多枚的短程彈道飛彈 而且是由金正恩來親自指導 北韓官媒就指出了 這次軍演使用的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射程遠達三百五十二公里 涵蓋南韓三軍總部的所在地 還有駐韓美軍基地 不過南韓的軍方做評估 這款火箭炮依然是處於性能測試階段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視察二十二號下午的演習 朝鮮中央通訊社發布的照片 一共拍到四座超大型多管火箭向東海發射 並且由金正恩親自指導 朝中社表示 這是北韓首度的核反擊模擬綜合戰術訓練 目的要向敵人發出明確的警告信號 北韓說金正恩對於演習過程相當滿意 不過南韓軍方評估 該款火箭炮仍處於性能測試階段 此外北韓的官方報紙《勞動新聞》也報導 這次的軍演使用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射程遠達352公里 而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 由北韓所發射出的火箭 飛行距離約300公里後落下 事實上北韓的超大型火箭炮 其實就是被美國與南韓以編號 KN2實務命名的短程彈道飛彈 主要用來瞄準南韓 據分析這個距離能從平壤到南韓陸海空軍 本部所在的中青南道基隆臺 和韓美聯合編隊綜合演習的群山基地 專家說考量飛行距離 這次測試可能針對距離平壤約三百三十到三百五十 公里處的南韓主要軍事設施 綜合路透社 韓聯社報導 北韓官媒潮中社的報導 在金正恩指導下北韓首度的核反擊訓練 目標在展示北韓軍隊多元化的核武能力 並且抗議美國與南韓從四月十二號到二十六號 所進行的聯合編隊綜合演習 南韓表示以和美國及日本密切合作 全面戒備 公視新聞沈陸沛編譯